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要怎么去取得 G-LOK每个月有150块美金的API免费额度可以使用 不过我在介绍之后 G-LOK很快的就取消了这个免费额度的部分 真的是蛮可惜的 后续就有蛮多人问我说 有没有其他的AI服务 也有这样免费额度可以去做使用呢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OpenAI的免费额度要怎么去取得吧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咯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有E对E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乐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咯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当 在开始教学之前 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OpenAI的免费额度取得方式 跟G-Lock取得方式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都是必须要先有储子进去 你才能开启资料分享 然后再进一步的 获得这些免费额度可以使用 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账号 只要储子对应的金额进去 就一定可以获得这个免费额度可以使用 因为目前也有听到 有人是储子对应金额进去之后 还是没有看到相关免费额度的字样出来 今天我们的教学过程也是使用全新账号去处置 然后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之前我们教过蛮多有关于打造LINE AI机器人的方式 主要都是透过MAC这个自动化流程的服务来制作的 其中我们如果要用到AI的话 主要我之前都是透过OpenRoute AI服务来制作 那这个服务呢其实主要就是集成了各家的AI的模型 你可以点击进来之后 然后在这边去选择你想要使用的模型 那好处是OpenRoute它有每个月免费的额度可以直接做使用 那它使用的范围就是后面有刮号免费 free的字样的模型 这些你都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还是会有呼叫次数的限制 那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像OpenRoute你只要储子10块美金进去的话 你会从每个月1000次的呼叫次数变成每天有1000次的呼叫次数 只不过呢即便你除止了这个1000次的呼叫次数 还是只能选择免费的模型 那么有人就问我说那除此之外有没有比较好的替代方案 毕竟透过OpenRoute它的免费次数比较少一点嘛 今天我们主要就来分享一下像OpenAI 其实它也有免费额度可以取得 之前我没有特别去介绍 其实是因为它之前免费额度 其实有公告过原本是到今年的4月底就会结束了 但是它后来又延长了 那目前不知道期限会到什么时候 不过目前还可以使用免费额度的话 大家就赶快先去取得来使用 等一下看完教学取得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OpenAI来取代掉OpenRoute的节点 那其他呢都可以不用变动 那OpenAI要怎么取得这些免费的额度可以使用呢 首先呢我们先到OpenAI的API界面来 然后我们来进行登录 这边登录的时候呢 右边呢可以选择ChatGT API或是SOLAR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要进到API这一个 你就点这个进去 API的platform 然后登录方式一样可以用Google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从来没有建立过任何的专案的话呢 右上角这边呢你要先点击开始建立 输入你的组织名称 然后以及选择你是什么样的使用对象 然后按建立组织 接下来呢这边是邀请你的团队 你可以把你团队都加进你的账号来 但是如果你这是个人使用的话 你就直接按最下面这个 I'll invite my team later 就是稍后我再去邀请就好 接下来这边呢 教育就会请你建立第一组API key 以及呢你的预设的专案名称是什么 这个你可以自己打一下 之后呢你在使用专案呢会比较好分辨 你这API key是用在哪一个专案里面 才不会乱七八糟 所以我会建议一开始呢 大家在建立API key的时候 这个专案名称尽量把它分别开来 或是API key的这个名称 记得要打自己记得住的 就可以按产生 这样呢就完成了第一组API key的建立 我们就按继续 好接下来这边呢 他问你要不要先处置一些点数进去 好这边你可以先按later就好 先不要处置 好这样就完成了首次的设定 然后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右上角这边点击进来 然后你可以进入你的个人资料这里 然后点击左边的data controls 进来之后再点击sharing 好这边呢一共有三个选项 那主要都是分享资料给openAI 那你可以看一下第三个选项 我们等一下主要是要开启这个选项 来获得免费的额度 那你会看到 这边其实你现在点了之后 他还是没有任何的提醒你 有免费额度的这种字样 对不对 主要呢 如果你想要获得免费额度的最基本门槛 你就必须要儲值至少5块美金进去 这边呢就会出现相关的字样提醒你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先来儲值5块 好我们接下来点击左边的billion 这边呢我们要新增我们的付款资讯 目前呢openAI的API呢 他只能用信用卡付款 设定完信用卡之后呢 这边可以去输入你想要儲值多少金额进来 然后下面这边呢 有一个自动加值的选项 记得可以把它先取消掉 如果你只是要使用免费额度的话 如果你想要自动加值的话就勾选起来 那你可以这边选择每次自动加值多少 好这边我们可以先取消就好 然后按下继续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付款 好付款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先回到我们的Data Controls这边来看 然后一样进到Sharing 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没点之前 它有出现了一个绿点点对不对 代表有一个新的资讯进来了 我们可以点击进来 然后看一下刚刚这边 你看刚刚我们点进Data Controls呢 这边没有这些描述 那这次呢有新增的这些描述进来了 这个意思呢就是你只要有开放你的专案 使用资料给openAI的话 你每天呢就会获得这些免费的额度可以使用 这些免费的额度有包括哪些呢 其中第一个呢是每天有25万的token可以使用 那包括范围有GPT的4.5preview GPT4.1 GPT4O O1 还有O3 那每天另外还有250万的额度 可以用在GPT4.1mini GPT4.1nano 然后GPT4Omini O1mini O3mini O4mini 还有一个Codex MiniLattice 这些呢你只要有分享资料给OpenAI的话 你每天可以使用免费额度就这些 当你每天免费额度用完之后 他才会采一般收费的计价方式来对你收费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使用的API Key 不在你开放的专案范围里面的话呢 是不会记录这个免费额度了 他一样会是需要付费的 所以假设你是选择特定的某些专案来开放的话 记得如果你要使用免费额度 那你一定要把它开放出去 那那个专案使用到的API Key 才会记录免费额度里面 如果你的专案呢 没有什么特别机密资料的话 那我就会建立你可以直接全部开放 没有问题 至少你可以在开发的这个阶段 去使用这个API Key 他可以完全免费使用 那就按下储存 这边就同意条款 然后送出 当你储存之后呢 注意一下 这边有出现这一句 你已经启用每日免费额度的这个字样 代表你现在呢 这些专案才是有真的在使用免费额度的 所以你之后呢 如果没有注意到OpenAI的相关消息的话呢 记得自己也可以定期进来看一下 这个Sharing的界面 看看这个字样还有没有存在 或者是呢 你可以滑鼠移到右边的这个金号 确认一下目前这些免费额度 他开放的模型 是不是还在你使用的这些范围里面 建议大家定期进来看一下 会比较保险一点 最后呢 再简单分享一下 这边里面提到的25万Token 跟250万Token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使用量呢 每一个Token呢 你就当作是一个文字 假设你今天输入2000个中文字好了 那你就大概是抓了2000个Token 所以呢如果你是以25万 所以呢如果你是以每天可以使用25万Token的这些模型呢 每天呢总共可以输入加输出总共25万的这些文字 其实真的算蛮多的 如果你以个人使用跟小型专案开发的话 基本上是用不完的啦 大家呢如果有要使用OpenAI的API Key的话呢 记得来取得这些免费的额度 可以省下不少钱哦 看完上面教学之后 大家也成功取得每天的免费额度了吗 对于个人或是小型开发专案来说 这些免费额度应该算是绰绰有余啦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教学的话 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阿湯 下次再见 拜拜